张栋梁即将发行新专辑《沉默的瞬间》,今日首度以新造型出现在电台宣传中,将头发烫卷加上胡子。 魁威四年再度发片,张栋梁不但从外形上看起来成熟许多,相信内心也经历了一些巨变。 日前有传他抢走小猪绯闻女友做MV主角,张栋梁尴尬表示,自己向公司提供名单时,已经多日没有关注娱乐新闻,不知道李玉芬和小猪是这种关系,但自己和对方也仅仅是工作上面的合作,并没有感情投入。 女生合作,然后可能是不认识的,所以就觉得有给公司一些名单,就说自己跟女生长得还不错,然后如果时间可以配合,那公司觉得也跟歌曲可以做配合,那就会去敲。 可是之前我知道,因为有一段时间不在台湾,也没有太关心娱乐新闻,所以就不知道他跟小猪的关系。 因为半年前,张爸爸突然中风,这使得张栋梁的整个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 他不在单纯关心事业,而是尽量平衡生活和工作的比例。 不过暂时说要成家立业,恐怕还为时上远。 爸爸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说,其实不能让生活都只是工作,因为其实从发地上到现在,其实我会真的放很多闲在工作上。 可是也不是说现在就开始不要工作,可是我觉得会让,是值得让工作跟生活做一个调试。 然后希望自己可以,就是做我小小的改变在生活上。 不一定是成家立业,不可能啦,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是把重心放在事业上。 你可以在过方设一次。 感谢观看